小妖看着苗圃有些担忧又有些害怕的神情 微笑着问 你可是在好奇那白雕 苗圃迟疑着说 王姬那雕可是小妖接过话直接说道 没错就是那九命向柳德做起白羽金官雕 他叫毛球与圆圆一向玩得很好 前世今生苗圃都一直陪在小妖身旁 深得他的信任 对于小妖而言 苗圃本就不是普通的侍女 更与他人不同 小妖手里很多机密 重要又不方便外人知道的事 都是交由苗圃去做 所以他回答得很直白 一点都不避讳 苗圃见王姬这般直坚 心中虽然有万般疑惑 但既然王姬心中有数 十分清楚明白 他便没有必要再问 虽然他到王姬的身边很晚 但是他能感觉到 王姬对他与对暗指 听兰不同 与珊瑚更不同 他是个孤儿 从小就是看着别人的白眼长大 身之世间人情冷暖 能到王姬身边做他的侍女 苗圃觉得这是他人生中最有价值 也是最温暖的一件事 所以很久以前 他就立下重视 要誓死效忠王姬 更不会辜负王姬对他的信任 一件事说完 苗圃便又说起另一件事 清秋公子将那狐狸人偶交于我时 面色苍白 身体看着也十分虚弱 我能看得出来 应该是因为时间紧迫 所以耗费了不少的灵力与心神 他还让我代为转达 说是待他身体恢复以后 会来轩辕拜见王姬 感谢王姬对屠山夫人的赠药之恩 当初在耗灵 王姬便是派他去拒绝 屠山大公子的拜见 后来又把亲手制成的灵药 送给防风小姐 还特意嘱咐 防风小姐不要提起王姬 苗普思量着王姬的这些行为 应该是不想与屠山士 有什么瓜葛 那么 他就更需要向王姬仔细汇报清楚 小妖垂下眼眸 微微点头 表示知晓 却并未多言 苗普心中想说的话 全部回禀完毕 心中舒畅 便跟小妖告退 下了玉山 苗普离开以后 小妖却在没有了平和的心境 去编写一书 她朝着小厨房走去 打算好好靠牢 靠牢圆圆和毛球 这两个有功的小家伙 小妖在小厨房忙活了半个上午 做了很多小肉干 还有小零食 圆圆十分开心 带着一大包东西 扑腾着翅膀 一个盏翅直接高飞 扑了小妖一脸的灰 小妖胆胆衣服 又去了桃林 她已在桃花树上 心内却久久无法平静 这一世 她到底是又欠了紧的情 而这世间 情之大小 在心不在身 就好像 一个快要饿死的人 有人于此时 递上一个馒头 一口水 对于这个要饿死的人来说 这便是救命之恩 而对于事与者而言 一个馒头 一口水 实在是微不足道 对于她而言 她只是 用自己的几滴血 治了两瓶灵药 实在算不上 是什么大事 但是对于锦来说 屠山夫人 是她的母亲 这两瓶灵药 能够缓解 屠山夫人的痛楚 减轻她的病症 日日不再缠绵于 病态之上 这便是她心中 最为重要之事 所以在锦的眼中 这恩情便是重如山峰 为此 她甘愿耗费 自己的灵力和心神 用最快的速度 为她成功炼制狐狸人偶 对于锦而言 折损自身 与母亲的安毫比起来 实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两件事 但是同样 对于小妖而言 这个狐狸人偶破的是 枪炫的绝杀局 她救的不仅仅是 枪炫这个人 还是这未来的 大荒贡主 前世 当她确定枪炫 参与了屠山侯 对锦的谋杀时 她曾决然地用剑射杀枪炫 要为锦报仇 那个时候 外野劝她 枪炫并不止只是枪炫 她还是轩元国的国君 枪炫若是死去 这天下便会重新 再陷入战火之中 多少百姓 会再次流离失所 去无定处 那个时候 她冷心冷情地告诉外野 这家国天下 万民苍生 与我有何干系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只想守护自己的幸福 虽然最后的最后 她还是没能对枪炫 真的下手 但是却只是因为 她是枪炫 她是她在这个世上 唯一相依为命的亲人 是娘亲 爹爹都不要她了 她还会要她的哥哥 是她心中最重要的人 恨枪炫 对小妖来说 太累了 她宁可自己死 也不想恨她 在方胡一诊的那个晚上 香柳只问了她一个问题 若是有一天 枪炫杀了我 你会如何 但是这个问题后面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香柳没有问 若是枪炫真的杀了香柳 她会去杀了枪炫吗 她会吗 答案是 她不会 但是这一次 她却不再因为 她是枪炫而不杀她 而是因为 这天下的安定不能杀她 今生 自她重生归来 看到这几百年前的大荒 满地荒芜 据是饱受战争之苦的大荒子民 到处可见食不果腹的孤儿 衣不蔽体的百姓 回春堂里面正在成长的小豆丁们 就是最好的证明 她能让安逸去各地收养孤儿 却收养不了这天下所有无家之人 每个月的一诊 来排队看病的队伍 永远都遥远看不到尽头 因为他们都是看不起病 吃不起药的穷人 她第一次意识到了一个好的统治者 对这片土地的意义 后世 大荒一统 被枪炫治理了百年的轩辕国 天下一家 文化交融 不分彼此 百姓们安居乐业 老人们子孙成群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平稳 安定地生活着 就像她告诉香柳的那句话 枪炫是轩辕 号令两位国君一起培养出来的民间帝王 她知百姓之苦 能解百姓之忧 她知道底层的人们是如何生活 她更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 可能对于新月来讲 枪炫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 对于她来说 枪炫也不是一个好的哥哥 但是对于这大荒 对于这百姓来说 她却是这最好的天下之主 这个大荒贡主 无论是谁来做 都不可能比枪炫做得更好 所以 她用狐狸人呕破了枪炫的绝杀局 终究还是她欠了紧的恩情 前世今生纷纷扰扰的回忆 想得小妖心内烦躁不已 她看着桃林外 来来往往的傀儡侍女 心中一动 随即跳下桃花树 朝着狼牙洞天而去 求人不如求己 靠人不如靠己 行走大荒 一多不压身 玉山的傀儡树 在大荒内也是颇有名气 她若学会了 也许下次便再不用有求于人了 梦下之月 硕日 窗外的桃花香随着轻柔的风 缓缓飘进纸阳殿内 小妖在桃花榻上悠悠醒来 她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心内是一片欢喜 今天又是下山一枕的日子 到了回春堂她 就能看见防风被了 算下来 最近两个月 她竟然只和她待了六天 世间唯有相思最难解 而她的相思唯有一人可解 小妖刚刚醒来 人还有几分迷糊 但是心内甜甜 面上便带了笑意 可是恍惚间 她仿佛感应到了 什么 小妖立刻坐了起来 下了床榻 快速洗漱 用马里的换好衣服 早饭都顾不上吃 就目标明确地奔着玉山脚下而去 王姬这一番干净利落的行为 倒是弄得苗圃有些慌乱 她急忙放下早饭 走出纸阳殿 可就是这么一转身的功夫 她出了殿门 竟是连王姬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只剩下迎面而来的暗指和听栏 三个人一起一头雾水地站在殿外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却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玉山脚下 桃花林中 飞色身影 灼然而立 却又是谁家的金贵公子 坠落人间 来想红尘 小妖跑到来人面前 又惊又喜地问 防风贝 你怎么来了 金贵公子看着眼前 这双如星光般 闪亮的双眸 微微一震 笑着说道 现如今轩辕城内 人人都传 轩辕王子 枪炫在宴会上遭遇刺杀 重伤未遇 至今未醒 所以 我怕某人下山的路太孤独 寥寥数语却感动的小妖 瞬间红了眼眶 两眼汪汪 前世她在玉山 等了七十年 等母亲回来 等父王带她回浩陵 等哥哥 接她回家 可是她等了七十年 却什么都没等到 唯一等到的是 最后她私下玉山 开启了这大荒内 三百年的流浪生涯